人之将退啊 其言也真啊 他平常有这个身不由己 身在患海 所以言不由衷比较多了 那一朝可以这个结甲归田 那当然把些心里面 压抑很久的话都要讲出来 所以等于说是一次 真的是大喷发 把美国现在国防部内部的 这个组织文化讲得很清楚啊 就是官僚主义惰性与害怕失败 对 不过美国 而且他还提到啊 他说过去五年或更长时间 美国完成九次这个音速飞弹测试 但在此同时中国已经做了数百次 对 这个差距增大 现在我想美国整个国防部士气低落 有一点沮丧原因 大概就是这个超高音速武器的问题 因为超高音速武器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讲 他应该是这种就是 国际政治这种博弈中间 一个game changer 什么叫game changer 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一种东西 那这种武器出来以后 将来就是说强弱之间 就是另外一种新的定义了 那不是说你有没有核子弹 你有没有原子弹 对 你是一个不同等级了 现在新的等级就变成说 你有没有超高音速武器 对 而且超高音速武器 我觉得对美国觉得最感觉挫折的就是说 不只是它的落后 因为我认为美国在一段时间 它是可以有突破的 它是可以有三五年也赶得上来 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武器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防御 这是最麻烦的 也就是说美国过去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搞它的飞弹防御系统 也就是拦截系统 你就是说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你飞弹来我就把你拦截下来 搞一个天网一样的 所以美国地处两大洋之外 它在美洲大陆上 它可以安然无恙的 高枕无忧了 那这个是美国人的信心的来源 当有一天美国本土不可被攻击这个神话 被一种这种game changer 也就是超高音速武器 给打破的话 美国人基本上 它的心防就已经破碎 也就是说它过去还说 你打飞弹来 我中间就把你打下来 可是传统的抛物线式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 第一个它的速度不够快 那么所以它的抛物线的话 也可以用测算的方式 你可以算得很准 什么时候你把它击落 那这种超高音速武器 是用前学生弹道这种原理 它飞的不高 可是它过了大气层以后 它再回大气层 所以在大气层用打水漂的那种方式 它会跳跃 然后加速 然后再进入大气层以后 它已经很接近目标 然后它还能够这个飘叫变轨 另外进入大气层以后 它还可以转换攻击目标 所以这个对美国的 我想对美国的国防部 这些战略官员心里想 完了完了 这一样武器出来 我再搞多久 我美国基本上完全暴露于 这种高高音速武器的攻击下面 然后我束手无策 所以这一位副联系会主席 其实真的是他把很多美国军人的 最大的梦魇讲出来了 可是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也就是说这一样武器 这样杀手锏出来以后 让美国更不敢跟中国大陆 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 因为军事冲突现在来讲的话 很可能很快的就升高到核子武器 那绝对可以让你保证毁灭 因为核子武器的这个战略 是相互保证毁灭 那现在美国以前可以保证别人毁灭 自己还可能存有侥幸之心 可是这个超高音速武器出来 美国知道它保证会被毁灭 那既然会保证会被毁灭 他自己都得当心一点了 对美国总统拜登 他自己也有很大的难题 你家想说 现在美国自己国会的预算 他本来是希望的 赶快想办法搞定在他出访之前 可是真的哪有那么简单呢 很多自家人也不挺他 那你看本来3.5兆的预算对半砍 然后拜登对半砍了之后 他那时候还讲 没有人会得到所有想要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但怎么样 你看国会进步派党团 还重申了立场说 我有推动更复杂的支出措施 才会表决基础建设法案 就算是1.75兆已经是对半砍了 还是有人表示了不满意 所以你说前线吃紧是不是后方紧吃 那前线吃紧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这个问题 亮哥 你看除了美国国内自己的问题 他出去了以后 你看 他自己本身因为支持堕胎的权利 结果宗教人士可能对他也蛮有意见的 方济各批评那是杀人行为 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所以来自于宗教那边的压力 看来也不小 怎么看 因为拜登是爱尔兰裔 爱尔兰裔就天主教 而且应该是比较保守的 爱尔兰事实上 最近才对堕胎做了一点点让步 那拜登因为他是民主党 所以当然要支持民主党的主流 可是就不符合范蒂冈跟爱尔兰裔 天主教的基本立场 这很现实 这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民主党 如果他是共和党 他就比较好处理一点 是啊 那预算的话 事实上拜登是完全认输了 认输 因为1.75兆事实上就是那个 西弗吉尼亚 那个曼清的立场 曼清立场说 你没有给我砍一半 我不要表决 那问题是你这样就 又得罪你的左派了 所以我坦白说 拜登最近三四个月来 我们几乎可以说 用一事无成来形容 一事无成 气候变迁 美国的路径图也提不出来 然后欧洲 欧盟 法国跟德国也不太听你的 尤其法国现在在跟他杠上 对不对 那中国也都没有进展 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预算也没过 所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还没有讲阿富汗 阿富汗撤军也是一塌糊涂 也怪不得他的民调会一直落 我看到一个民调还已经跌到41了 对 CNBC的 最短时间 就是新任总统上任 最短时间跌到这个位置 那几乎注定他未来很难做事 对 尤其他所碰到的挑战 我还没有讲疫情 真是讲不完 就是他所碰到的挑战又是空前的 是 那为什么刚刚你讲的那个海军那位 他会讲那种话 因为美国现在财政吃紧嘛 所以各军种在争抢 争抢预算 所以就使得他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长期发展 对 这个就是民主财政造成的困境 当然也包括他国家自己两极化 很多事都至爱难行 很多事情都有极端不同的意见 对 那你要去摆平各方意见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超高因素飞弹好了 美国当然就是因为一度就把它停止了嘛 所以你才会没有做出来嘛 那为什么会一度被停止 他可能拿去做 比如说他可能去做引擎战机啊 或者又去搞防恐去了 就是他的预算就不断的在被挪用 然后很多种这种状况啊 还有比如说我们上次看到那个 他那个在南海撞的那个核潜艇 那个核潜艇搞到最后大概也只做了三艘 对三艘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常常碰到这种状况 那比如说为什么说 他的作战舰都老旧未修 所以真的在 如果真的在台海发生战争 他这些作战舰还不一定管用 他有老旧要维修的问题 那这个当然海军就非常抱怨嘛 这个事实上因为美国的各种言论都是公开的啦 所以你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一些叙述啦 那就表示他这个国家真的就是 他这个零距离跟领导力 还有一个方向感 我觉得已经陷入了混乱 好来先谢谢NOVA还有Ken Chen Jiang 您的抖内支持 另外还有蒲鸿靖 也谢谢你 蒲鸿靖 抱歉 蒲鸿靖的抖内 谢谢您 2.3万的朋友 请问你按赞了吗 请记得一定要按赞 赞起来 谢谢大家 赖老师那我请教一下 因为美国现在是不是真的很缺钱 所以那个钱抓在手里 说不还就不还给你 我在帮土耳其讲话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土耳其的一个疑问 是 怎么说土耳其买俄罗斯的S-400飞弹防御系统 结果美国就不让土耳其去买F-35了 那土耳其要想买F-16 那事实上讲白讲 那个时候他有什么 他有那个定金还扣在美国的手里 还不少钱对不对 对 结果那就用F-16来换 结果到现在 还美国还有众议院就说 不要卖土耳其F-16啦 土耳其虽然是盟友 但是表现得像敌人啦 所以呢你看现在 美国跟土耳其关系到底如何呢 是紧张的吗 拜登接下来还要跟土耳其的元首 是不是要见面 那好好的谈一谈 可是刚刚讲 非要跟美国要做朋友 不能够说 当朋友还像个敌人 否则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跟印度有差别待遇了 因为印度呢说他们也去买俄国制的S-400 可是呢 现在他们说不能够说影响到他们的购买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会妨碍四方安全对话 因为很需要印度 那所以很需要他们 所以就可以有这样的差别待遇 那土耳其也会看啊 看在眼里不觉得挺心酸的吗 它里面有一些微妙的地方 是这样子 因为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成员国 那土耳其有用爱国者3的系统 爱国者3就是一个防空系统 土耳其因为不想说完全只依赖美国 所以他想有一点平衡 所以他从俄国要引进S-400 S-400是非常好的系统 但是也是防空系统 那这两个防空系统 买进来了以后要有相融的一个工作 因为总不能够我土耳其 国家里面两套系统是独立运作 所以他要把它融在一起 那融在一起 北约尤其是美国 因为这是美国人设计的 爱国者3 美国人就强烈的反对 是因为如果说 土耳其把S-400买进来了以后 俄罗斯的工程师跟科学家就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要融这个爱国者3 他们就要去破解爱国者3的所有的这些参数 那这样的情形下 俄国就掌有美国的爱国者3的所有的参数 所以对于美国的欧北约的所有的战机 他本身的防卫的能力 是就完全没有机密可言了 所以俄国就会掌有北约的所有的能力 对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美国跟北约 他们就强烈的反对 就要平民党 对强烈的反对 那由于印度长期以来 是向俄罗斯买武器的 他是最近才开始转向美国买武器 所以印度本身没有爱国者3 所以不会有相容的问题 所以对美国来讲 他也不会把爱国者3卖给印度 因为如果印度买了S-400 又买了爱国者3 这个时候对于俄罗斯来讲 也是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你会不会掌有我S-400的所有的讯号 因为他要看的是你印度用的是美国的工程师进来容 还是俄国的工程师进来容 那如果是先买S-400 后买爱国者3 那一定是美国的工程师进来容 那这样的情形下俄国可能就会表达抗议 所以他是区别对待 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美国人这样处理是可以 国安界原来在这边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印度当初 不是 因为土耳其当初也有加入 这个F-35的原型机的一个计划 所以按照规定 土耳其应该有配额 那土耳其的钱已经丢进去了 就是14亿美元 14亿 14亿美元已经丢进去了 丢进去以后 按照美国的合约的规定 他应该要把他已经生产制造出来的S-35 要卖给土耳其 那由于现在由于土耳其要买S-400 那他就不愿意把F-35卖给土耳其 因为只要S-35卖给土耳其的话 那艾珊是要跟他融的 因为你避免要我自己的飞弹 我自己的防导 打到我自己的战机 那这样的话S-35 就再也没有秘密了 对俄国人来讲 就不再有秘密了 那你不卖F-35给土耳其的话 那你就把钱还给土耳其 不就得了吗 美国也不愿意把这个钱 这个钱已经放进口袋了 我怎么再拿出来了 14亿美金现在是拿不出来了吗 美国人不太愿意把钱还给人家的 所以现在就土耳其就说 那你要不就是 你钱也不还给我 因为土耳其 又不能用F-16底 对没有 后来土耳其就要求用F-16底 对啊 那美国 那美国不是说有人说 哎不要卖给他 那是国会啊 国会啊 可是现在还在磋商 这样子 对那等国会否决了 就没办法了 那美国要非卖才 才算是合理啊 F-16的问题就不大 但是F-35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F-35的话 如果这个战机被俄国完全掌握 他的参数 他的隐形参数的话 那不得了 那就等于是透明战机啊 继续ica